大清入主中原后,对东北和蒙古等地区的统治有别于内地各支省,其本质区别就是以军事为主,摄将军或者都统等为最高长官。 乾隆朝统一新疆后,同样也采取这种制度进行管理,这就是所谓的军府制。 蒙古各部与清王朝关系密切,且各蒙旗都有相对独立的军政组织,扎萨克王宫拥有一定的军权。 为了有效防范和控制蒙古王宫,确保藩部的稳定,清廷在蒙古地区设立了将军和大臣等地方最高长官,以监督和控制各地蒙旗,统一征调蒙古兵以阵术地方。 那么,在蒙古和新疆地区,朝廷设立的军政长官谁是北境之王呢? 本期大学士跟你聊聊这个话题。 隋远程将军是清朝在全国设置的众多驻防八旗将军之一, 其地位与权力超越一般驻防内地的满八旗将军。 他们不仅统率着隋远程的驻防八旗官兵,还管理着内蒙古西尔蒙旗的蒙古王宫和民众,分别为伊克昭蒙和乌兰查部盟。 在战时,他们有权力调遣宣化和大同二镇的陆营兵,掌控着沿边道、河厅等权力。 隋远程是内蒙古地区的政治权力中心。 隋远程始建于雍正末年,驻地在规划城东北无礼,这里是通往墨北及墨西地区的必经之路。 乾隆两年一右位将军驻隋远程,称隋远程将军。 从乾隆二年到清朝灭亡,共有79位将军在隋远程将军雅鼠办公,是统治和管理内蒙古地区的关键机构,保卫国土,维护着边疆的和平与安宁。 隋远程将军之下,设有副都统二人,巴奇满蒙汉邪邻,左邻,房羽和萧奇校47人,马甲兵丁3900余人,还负责统辖土莫特二都统齐兵马,兼设乌兰查部和伊克昭二蒙军士。 定边左傅将军因为其常驻地为乌里亚苏台,故称其为乌里亚苏台将军,专门统下卡尔喀斯部以及唐姆乌梁海蒙古的军务以及蒙奇事务。 一开始,这个职务是像钦差大臣一样的柴冠,由中央临时差检,是B级车,但在雍正末年之后就成为了管理墨北军政的常驻机构,是清廷统治墨北的权力象征。 乌里亚苏台将军的设立可以追溯到康熙29年,大清帝国与准嘎尔韩国在萨里克河边的乌兰普通爆发了清准战争开战以来的第一次大会战,清军在乌兰普通之战大败准嘎尔骑兵,此战粉碎了准嘎尔韩国企图吞并墨北卡尔喀外蒙古的野心,清军彪悍的战斗力也震惊了卡尔喀各部王公头领, 他们纷纷表示愿意向大清帝国效忠。 康熙30年5月,康熙帝在多伦洛尔与内外蒙古各部贵族举行会盟,视为多伦会盟。 在会盟仪式上,册封卡尔喀蒙古王公、以韩、郡王、贝勒和贝子等爵位多伦会盟后, 卡尔喀正式成为大清帝国的陈述,大清帝国的政令得以通行于末北。 此后,清军多次在末北与准嘎尔韩国交战,卡尔喀各部均非常尽心尽力, 特别是雍正十年的光显四肢战中,卡尔喀名将博尔吉吉特侧林 以临时征召的万余卡尔喀牧民配合清军,一战大败准嘎尔三万精锐骑兵, 扭转了和通博之战后,清军严重的不利局面。 从康熙29年到雍正十年,整整42年的清准战事, 让卡尔喀和大清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尤其是光显四肢战的胜利, 更是让清廷对卡尔喀蒙古的战略地位和价值更加移重。 于是在雍正十一年,雍正皇帝在卡尔喀设置定边左副将军, 驻乌里亚苏台,并封博尔吉吉特侧林为首任定边左副将军。 博尔吉吉特侧林是成吉斯汗第十八世孙图蒙肯的重孙子。 康熙三十一年,随其祖父丹金从塔密尔归附清廷, 一家人被清圣祖赐底经师, 侧棱被遂被教养于内庭。 康熙四十五年,与和朔纯雀公主成婚, 首和朔俄妇,赐贝子品级, 统帅所属于塔密尔, 乌里亚苏台将军下辖土歇图汉部, 塞因洛言部,车臣汉部及扎萨克图汉部, 也就是所谓的喀尔喀四部, 也称墨北四番, 后又将厄鲁特和辉特二部, 以及唐鲁乌两海, 统归乌里亚苏台将军戒指。 所以说,乌里亚苏台将军成了大清帝国名副其实的墨北王, 定边左副将军的主要职责是整顿兵备, 处理营物, 将军之下设有参赞大臣二人, 驻防兵丁2400余名。 城外还有驻班蒙古副将军一员, 由喀尔喀四部副将军轮职。 该职初期一直都是俄副瑟琳家族内出任, 由征伐准戈尔统帅逐渐成为军政长官。 其职则是统辖喀尔喀四部兵马, 因为喀尔喀是北京通往西域的重要通道。 在清准战争中, 清军多次从喀尔喀出兵攻打准戈尔韩国。 当时清军进攻主要有两条路线, 以为从陕西和甘肃出发, 经河西走廊的南线。 第二条路线就是从乌里亚苏泰和科布多出发, 进阿尔泰的北线。 乾隆二十年, 乾隆皇帝发动对准戈尔韩国的灭国战争, 清军正是从喀尔喀和陕甘南北两线对进, 仅仅用半年时间就当平了准戈尔韩国, 之后又陆续平定阿姆尔撒纳之乱和大小和卓之乱。 于乾隆二十四年, 清军彻底平定天山南北, 游离中原一千多年的西域, 终于重回华夏大家庭。 乾隆二十六年, 增设库伦办事大臣和科布多参赞大臣, 吐歇图韩部与车臣韩部明政事务 以及科布多剥离出乌里亚苏泰将军府, 但保留了乌里亚苏泰将军截至墨北诸军的军事指挥权, 以便统一指挥墨北清军, 既防止了乌里亚苏泰将军一家独大, 伟大不调的局面, 又保障了他便宜形式的权力。 自从设置了乌里亚苏泰将军, 墨北完全置于清廷的统辖之下, 与郡县无异。 乌里亚苏泰将军对清廷也非常忠诚, 有清一代, 墨北安然无事, 称可谓为草原的守护神。 一直到1911年10月10日, 革命党在武昌发动反清起义, 辛亥革命爆发, 墨北的哲不尊丹巴也趁机独立, 并驱逐默认乌里亚苏泰将军魁方, 当年12月清军撤离。 1912年2月12日, 清廷退位, 大清帝国灭亡。 腐朽的清廷亡了也就亡了, 可惜墨北从此沦为异域, 乾隆26年, 设置科普多参赞大臣驻科普多, 归定边左副将军截至, 管辖杜尔伯特左翼十一旗, 右翼三旗, 辉特二旗, 乌龙古土尔胡特二旗, 哈比查克新和朔特一旗, 共十九旗兵马, 及二台乌两海七旗, 二台诺尔乌两海二旗, 扎哈沁, 明阿特, 俄鲁特三旗, 共十二旗军政事务, 统领诸布兵丁, 负责该地的卡伦, 台战, 屯田, 以及穗尽贡马, 商民贸易等事。 光绪三十年, 将新土尔胡特二旗和新和说一旗, 令派二台办事大臣专领, 库伦办事大臣, 驻外蒙库伦城, 乾隆前妻使社, 开始只负责中俄两国交涉和双边贸易事。 嘉庆初, 清廷赵令将图实业图汉和车臣汉二部落事务交于办事大臣一同办理。 以后, 又将这两部的解要命案和卡伦等事务, 也交于库伦办事大臣, 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镇副之官。 伊犁将军设立于乾隆二十七年, 驻会远程, 总统南北二疆, 直辖若干城池, 分铸满汉官兵。 自乾隆二十年, 乾隆帝称宿敌准嘎尔韩国内乱之际, 出兵打败准嘎尔韩国, 升秦末代大汗达瓦齐, 因为清廷在善后问题上的失误, 过早地撤回了清军主力, 使得原本归降清廷的准嘎尔名将阿姆尔撒纳趁机再次叛乱。 与此同时, 清军释放了维吾尔贵族, 本意是让大小合卓回南疆召集旧部归附清廷, 结果大小和卓舰阿姆尔撒纳叛乱失大, 反而参与此次的叛乱, 驱逐了清廷委派到南疆的官吏和驻军, 清军第一次收复新疆的行动几乎全面破产, 而后乾隆再次蒸发大军耗时四年, 只是乾隆二十四年, 才彻底平定天山南北, 将西域全面纳入华夏版图, 乾隆还将这块来之不易的土地命名为新疆, 以为旧疆心腹, 并在此留住一只较具规模的驻军, 以随时应对当地的突发情况。 乾隆二十七年, 乾隆下诏, 增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 统一协调驻防新疆的八旗, 陆营以及伊犁四营的清军, 伊犁将军之下, 设总兵一人, 领队大臣五人, 总管, 副总管, 协领, 左领, 肖奇孝和前锋肖若干, 所辖军队为满营官兵六千余人, 查哈尔, 俄鲁特, 西伯和索伦达呼尔各营官兵五千四百余人, 陆营官兵一千余, 并以自己的心腹嫡系八旗名将明锐, 担任首任伊犁将军, 伊犁将军是当时新疆最高军政长官, 也是大清帝国辖区最广袋的封疆大吏, 掌管天山南北二百一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军政事务, 可谓大清帝国名副其实的西北王, 伊犁将军之下, 还设置了都统, 参赞大臣, 办事大臣和领队大臣等职, 分驻天山南北各地, 管理本地军政事务, 以辅助伊犁将军管理新疆, 伊犁将军的存在, 使得清廷在新疆有了一个强有力的核心, 此后, 新疆发生的张格尔之乱, 与肃谱之乱和七合卓之乱的叛乱, 正是因为有了伊犁将军的灵机决断, 才让叛乱迅速平息, 1865年爆发的妥名之乱中, 伊犁将军明许拒绝向叛军投降, 待叛军攻入伊犁后, 明许与全家二百余口自杀殉国, 可谓撞怀激烈之志, 光绪八年三月, 伊犁将军金顺率军进驻伊犁, 收复了被沙俄侵占十多年的伊犁河谷, 光绪十年, 新疆正式建省, 省政府驻地设在迪化, 仅乌鲁木齐, 伊犁将军职权被大大的削减, 主要负责北疆防务, 1912年2月12日, 兴廷颁布退位诏书, 伊犁将军也随之裁撤, 所部军事集体并入新疆省政府管辖,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守伊犁将军戒指, 使兴廷于乾隆29年, 在元伊克明安部墓地雅尔设置, 后遗住储户处, 负责巡查东西路卡伦, 下下官兵2000余人, 还统下驻扎该地区的 俄鲁特和查哈尔巴奇兵马, 以上各处将军和大臣等, 就是清代在蒙古和新疆地区 设立的主要军政长官, 那么你认为, 谁才是真正的北境之王呢? 欢迎打在评论区,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观看, 我们下期见。